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这一场暗游戏打游马 好 那对手直接先覆盖两张牌 来 我一个月光翠鸟 利用月光翠鸟的效果 从手牌舍弃我们的月光黄佑 检索一张月光融合 好 黄佑自行起跳之后 直接发动月光融合 大姐出来吧 大姐在场希望无穷 想指定 但是看到对方是这个游马 不免还是有点小担心 他妈的后卜雷又不会出来闹 好 来 利用月光百兔想要弹对方 想说骗对方会不会开 就对方没开 来 一个分段之币 来 三千 那因为我手上有粒子球 所以我就直接干他了 好 对方直接把自己做叠放 叫出塞亚鸟的形态 然后下了一个卫星骑士 来 这一张直接丢一张到墓地 好 我大姐直接灌过去四百 好 又发动塞亚鸟 又再抽 好 那一个河谷二 好 再下一个天津寺 好 这时候他准备这个超亮了 好 直接超亮 好 那这边 再超亮 来 就跳出我们的下三角 好 下三角原本差点把我灌爆 好险我的这个粒子球救了我一命 好 来 这边直接又发动月光融合 再跳第二张 月光二解 猫鸡 水 有猫鸡在手 我也是觉得很开心 好 来 鸿狐在墓地 可以 等一下可以防止定抗性 可以游用止定抗性 好 打过去 来 对方一个因果切断 来 发动月光鸿狐的效果 直接给他 加一千 好 那下三角被打爆的时候 可以从牌组直接特招一张 卫星骑士 卫星骑士 合骨二又拉天津寺 天津寺在检索一张 干 资源不断 烦死了 好 然后再下一个 河骨二 哇 又来了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好 这一张是天狼星 天狼星是回收 把墓地的五张卫星骑士 就是种类的牌组送回这个 送回这个牌组之后 他就可以直接抽一张牌 然后他直接超亮 先叫这个炼玉星骑士之后 再上叠 哇哦 来 他就是直接叠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下三角 上下早又出来了 第二次了 好 那以守备表示 来 他一定会炸掉我的猫鸡 那猫鸡真的给他炸爆了 好 那我直接月光红虎 来 直接 乌合无相 上叠 那我这边 想说用龙旗干死他 因为直接贯穿 贯爆他 对 因为他另外一只 手背力是多少 手背力是1000 嘛 好 那我就直接上叠 给我们的 盖牙 好 直接贯穿他 哇 结果竟然有剩枪啊 好 那对方 又来拼了 来 Ziaru 来之后把我的杀掉 好 我再神抽一个翠鸟 来 利用翠鸟 来 直接发动月光融合 好 这边 我不演咯 各位看好咯 来发动翠鸟的效果 来 这边不演咯 狂战士之魂 我必须利用这个 我们的猫鸟的效果 不断的砍爆对方 DRO MONSTER CARD DRO MONSTER CARD DRO MONSTER CARD DRO DRO MONSTER CARD DRO DRO MONSTER CARD DRO MONSTER CARD D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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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STER CARD D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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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像是第一次用猫鸟把别人 这样子连打烧到没血 对 因为他的血有700 代表至少要连打他7下 他也没想到他会被我烧死吧 我猜 是觉得还蛮特别的一场 想说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那这个猫鸡的效果 其实大家还蛮容易 有时候蛮容易忘记的 一回合一次可与我方主要阶段 依释放我方场上一张除此卡以外的月光怪兽 并发动 此回合 对手怪兽不会因各自仅一次的战斗被破坏 也就是说 一张怪可以打两下 那就是扣两败啦 那此卡对对手全部怪兽各发动 一次攻击可以打两次 对所以 所以只要场上有怪 基本上猫鸡应该就可以一定可以清得掉啦 如果你有发动这个效果的话 所以猫鸡跟虎鸡根本就是一个超完美搭配啊 虎鸡就是负责扛这个效果抗陷 那猫鸡就负责清怪 对还有防战破 对难怪那个啊 难怪在5月的时候这个月光就要被陷了 对所以他才会让你 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炎武 那个天机那张卡 我一张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的月光直接GG了 对 啊好想好想继续玩大姐喔 大姐他妈超性感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啦 我要来去吃我的这个 这个豆浆大王的水饺 不是水饺 煎饺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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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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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